春雨怎么养 你出门你要知道这东西就在云南 就臭水沟的旁边 或者是在两广地区 它就衍生 它就长比这还大 比这还好 那我这话说 老板一我家里边 我具体要怎么养 你拿一个苗给大家比划比划吧 那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呢 叶子发黄的这种啊 它叫黄金春雨 有个好听的名字嘛 叫黄金哇沙为奇 以前很火很热 它其实呢 养护方法都是一样的 首先 咱们不论养什么花 你从五个维度出发 第一点光照 春雨不怕晒 它这玩意儿并不怕晒 你像浇水这一块 你一定要盖它一个什么点呢 它会长气根 你就看到刚才那个龙林树干 它长了很多气根下来 它的耐旱能力是比较挖晒的 它害怕根部的积水恶根 你像我们 看到没 不论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养护 我们都是保证排水透气 保证盆土的疏松 你要是盆土帮帮的硬 你这个根它怎么长得动啊 要软 第二个人就排水透气 你看我们都是略干 有个话说 我看看你们那个浇水多的 你看这个 这个浇水多 肥料就多 就给它烧嘎了 你适当的来说呢 你看 这个水多它就长得小 你可以明眼的看出来 这个水多它也长得小 就是你明眼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 稍微缺点水的这种 它就长得好 所以说你略干一点 对植物来说很坚强 就像穷人家的孩子找咱家是一个道理 咱们适当的控一下水 等它干了之后再去浇 肥料咱们酌情来 可以少来 不够咱在家嘛 你多了什么 多了就烧嘎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盖着这个脸 春雨 洗光 喜欢略干 明白吗 它并不是特别洗水的那种 它喜欢略干 它呢就耐寒能力很一般了 在我们北方是完全无法实现过冬的 而是在南方云南或者福建那种两广地区 它可以完全露天 就基本不用管 肥料的话大家选通用型的 用这种颗粒状的缓丝肥就行了 少用一点 不够的话 你就加着那种营养液兑水的那种 你再浇一遍 它就够了 其实一般就满足了 有什么难的呀 一点都不难 还有一个就是你时间长了之后 等它长起来了 长得比较快的时候 你可以人为的把下面这种小叶子给它掐掉 掐掉之后呢 它更加利于它长上面 更加利于它长杆子 会长得更好 小叶子它基本是没有营养了 因为植物生长都是顶端优势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另外呢 它可以长得蜿蜒曲折 像个龙一样 所以说叫龙林村雨 这种长起来 目前国内这么大的少 我们也没养起来呢 到时候要养起来 就叫黄金龙林村雨 多好听 学到了吗 初宝 学到了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的 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最长一 白了初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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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